金中占领区清场在即 连续两个多月的占领运动或将落下帷幕 而针对这场运动的导火线 人大831正改方案的争议仍在持续 香港特首梁振英周二会见传媒时表示 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大多数立法会议员的支持 通过正改方案 梁振英又呼吁泛民派议员要以大局为重 为香港长远利益考虑 那位立法会议员他都需要向全体香港市民负责 向他们的选民负责 而不是相互向泛民其他的议员负责 香港的正改是大事来的 如果因为少数的立法会议员 也就是泛民的议员否决的话 香港500万的合资格选民就会丧失 他们赢一票选行政长官的权利 不过何秀兰 陈伟业 莫乃光 梁继昌 等泛民派议员都强调 一定会否决人大正改方案 民主党主席刘慧清周二向本台表示 我们现在做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以香港的产业利益 我希望中央政府让香港人可以尽快 目前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同学 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 我看就算他想让这个方案通过 也不是太大的机会 因为我们泛民的朋友都不会让这个方案通过 我觉得否决这个方案 然后再重新来一次 比接受一个不好的方案比较好 因为接受我们以后试着没那么好 另一名在京中的战利人士则向本台表示 此外 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周二的报道称 战中之前 香港政府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正改第一轮咨询 在此过程中 香港反对派势力本来可以提出建设性意见 但他们只是一味逼迫中央和特区政府接受公民提名 而实际上 基本法早已规定 提名委员会是2017年特首普选唯一合法的提名方式 在三名战中发起人业已自首 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反对派政党也公开呼吁学生退场之际 学生代表却仍然固执己见 把抗争进行到底 学生的不知进退将导致一无所获 对此 梁同学说 我觉得这个运动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方面是希望争取的 但是就是因为占领这个行动 让本来在同一条路上的人走了两个方向 一般人是争取民主的 但是他们反对我们在这占领 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两条路的人都团结起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大多数的人都不接受这个方案 我们希望一个更好的方案 我们希望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希望在这个运动结束以后有人能走出来团结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不能让我们的特首随便做什么也可以 有占领者表示 运动绝不是一无所获 而是唤醒了公民意识 也让人看清了这个政府 遣租保免了转发